我叫板家小微一名幸存者 今天起床之后呢 我是牙没刷脸没洗 连早饭都没吃啊 赶紧上线先把蔬菜的任务 给全部清完了 现在的话 看看看看 三维全部30以上 升级材料全部齐全 我就这么轻轻的一点 七级庄园轻松到手 哎不容易啊 太不容易了 日干夜干 总算迈入了七级的行列当中啊 多被雪山沼泽战役 嘿等着姐姐我来了 but在出发去新地图之前 有一件事必须要先做掉 那就是抽配方 嘿不过放心 这次我绝对不充钱啊 有希望基金奖励的50个 再加上我自己存的200多个 完全可以抽个三次 问题不大 就目前我的欧皇体制来说 三发必中AK 你们信还是不信 好不信是吧 好瞧好了啊 第一发 我 我就纳闷了 为什么每次的第一抽 总是切枪炸弹啊 好你妹的 再来 宝图面罩 这个不错啊 虽然不是AK 但算是蛮好的了 最后一发了 来吧 佛系主播全靠脸源 种不种 就你了 我去 果然没中啊 不过呢 这个雪地色MP5 也还是可以的吧 不算太黑 勉强接受吧 可是 我还是有点不甘心呢 我好像还有900个小太阳 可以再抽一抽啊 先说好啊 这不是我充钱啊 这是我之前剩下来的 不算的 不算的 来来来 好了好了 赶紧抽 完了 一发又没了 这你妹的铁架子 有毛用啊 再来再来 暴徒外套 这个可以 这个还可以 最后两发了 这 怎么又是这个炸弹啊 没完没了了呀 哎呀 完了 就剩最后一发了 看来这个AK 是没指望了呀 中了 我靠 最后一发竟然抽到了 你敢信 七发中了一套暴徒 外加一把白板的AK 和雪地MP5 哼 就问你们 我这欧黄体质 让你们服不服 不过话又说回来 抽是抽到了 可这完全洗不起啊 你妹的 洗一次属性 要500配方数据 简直是抢劫啊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这下心里又是万马奔腾了 还是准备准备 去多杯雪山吧 这些东西看看就好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